3月25号星期四 国会大厦前树立起了一个高约两米的脸书CEO扎克伯格的画像 人们举行抗议示威游行以表达对社交媒体巨头操纵社交规则和制造虚假信息的不满 抗议者纳兹丁在接受采访时说 1月6号在这里发生的暴力事件由高科技公司助燃 这件事提醒我们不能依靠他们来制止我们看到的那种行为 根据了解推特公司因涉嫌煽动暴力事件而封禁了前总统特朗普的账号 脸书已要求其独立监督委员会裁定是否永久禁止特朗普的账户 一些议员呼吁取消通讯规范法第230条 该条保护在线平台免受用户内容的责任 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都同意取消这条法律 在3月24号发布的书面证词中 脸书认为应重新定义通讯规范法第230条 以允许公司在仅遵循删除虚假信息的情况下 对用户在其平台上放置的内容承担责任